酷熱的葉陽天、議長柔慶林 以及泰馬李箱代會主席李楓凱等議席人 在金倫溪左岸視察 當議席人走上一處約10公尺高的檢疫砂石合體時 擔任議會新聞官的趙哥走在議長的前頭 沒想到左腳踩空 整個人是倒災蔥的往下滑動 說實遲那時快在第一個時間 議長柔慶林趕緊抓住 以及現場的朋友共同擋住之下 不讓他往下滑 否則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感覺比較麻煩 小心 我抓住了 當時大家就爬上臨時的堤防 那個時候沒有路就殺死 我看人家上去了 我也跟著上去 結果左腳踩到滑下來 因為我當時左手拿著照相機 為了保護照相機 我就這個右手的沒辦法撐著 就往後仰就滑下去了 幸虧呢 議長就在我旁邊 他一把幫我擋住 拉住我的 那是我的腳 我撐一拉 所以還當他們這些朋友 幫我頂住 繼續滑下來 索性在議長解救之後 趙哥只有輕微的挫傷 而在這驚險的一瞬間 更讓眾人看見了議長的愛心 以及積極 一個弱女子奮不顧身 在當下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立刻解救自己的同事 相當的感人 不僅要親自到各鄉鎮 傾聽民意 親自下鄉勘察 就算要走到七區難走的山路 或者是西床 他也都甘之如遺 更出手相救 相信這番善舉 會獲得不少民眾的支持 東太宣布溫格的採訪報導